人家有点玩不丧子 人家玩了四年多吧 是你打动我 我还是看你到看你挺上进 那个时候相信小琪会改变我 因为她很 因为她 很上进 残疾你还找对象 小伙鼓足勇气找上门 结果却说一时冲动 结不结婚不重要 关键是我现在需要她来拯救懒惰的我 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 今天来相亲的是 一名患有重度残疾的小女孩 而这次相亲 就是为她搭上半位的青春的老妈 给报得名 这到底是咋想的呢 我当时就想吧 我这孩子 我姑娘身体不太好 因为她属于重度残疾 经过这么多年康复吧 属于能自理了 我现在她 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 年轻的情况下 给她找个对象 往来她成个家 有个真心对她的人 她将来结婚了三个孩子 帮她带下孩子 等到时候我老了的时候 她家孩子已经大了 往来我伺候不了的时候 可能她的儿女 能帮她带 就是照顾她一下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 阿姨对未来女婿的要求 也很真诚 主要是善良 对方的父母的 接受咱的闺女 身体上有残疾没关系 但是俩人的互补 能相互照顾 我想给她找一个 心地善良的 是有点稍稍的 胳膊腿有点残疾的 我也能接受 因为她俩 她的身体不允许 走路她费劲嘛 就得要找个护补的 这个一定要是说的 这个小伙子本身 要接受残疾人 往来有爱情 人品要好 身体要善良 而且她的家庭 也一定要接受我姑娘 如果她家庭不接受 我觉得这个婚姻 是两个人的问题 我不想让对方的父母为难 不想影响 那个父 就是对方的父母伤心 了解完阿姨 对未来女婿的要求 我们也该见见 这位要找对象的姑娘了 小伙子又来了 你好 看书呢 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喜欢看书 对 董小企方龄二时 患有重度脑瘫 生活能自理 别看小企姑娘患有残疾 但是人家身残之间 性格开朗 内心坚强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 我能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书吗 可以啊 你若不勇敢 谁替你坚强 这只书感觉好理智啊 我觉得她吧 她自己想看这种书 她自己就说了 她说我自己得要钱 我自己不要钱 她说妈妈 你看你现在都领不动我了 因为有的时候上压楼梯 处义的时候都领不动了 她一载我 有时候都把我载载了 所以她自己就特别要钱 从重度脑瘫到生活自理 得亏有妈妈的不放弃和多年的付出 同样还有自己的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坚持 如今自己已经长大 更能理解父母的不义 唯有自己越来越好 才是对深爱自己父母的最大回报 对于未来伴侣的选择 小琪也有自己的要求 身体上存在稍微一件点残疾 我也就是也不排斥 只要我的另一半不排斥我 我也不排斥她就可以 有担当 还有责任心 商念心 了解完小琪的情况后 红娘给介绍了同样患有残疾的小伙子云和 白云鹤今年22岁 患有轻度脑瘫 职业 微生 两人见面后 保现的都挺弱弱大方 对彼此的感觉也都还不错 两人坐下后 相互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巧了 两人的职业也差不多 小伙靠发朋友圈卖冷面 小琪靠发朋友圈卖袜子 既然做生意 如今互联网这么发达 咋就不想着利用它扩大宣传呢 我平时不愿说 我一说就 记得很少不疼 那我发现你是不是有时候是不自信的呀 对 有点有点 我当年是个 自 自 自信 你都还不讲 嗯 嗯 就还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导致这个 不自信自卑呗 对 小伙 这点 咱应该向人家小琪姑娘学习 活在这个社会上 咱靠的是自己的本事 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这点 人小琪做的就不赖 我一开始买网的时候 也会很紧张 就是发两个口 也不会去跟别人沟通 但是我为啥能 就是能摆脱这种自卑感的 秘诀就是有 只有一个 不要去排斥外界的眼光 如果你做给他们看 他们会 一定会 转变概念 转变观念支持你的 不要紧张 我觉得 你要是做不了的事情 你也要 勇敢的去尝试 万一成功了呢 虽然小琪的身体情况 比小伙的还严重 但是心理上 小琪比我们常人还坚强 对于朋友学买网子 那也只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副业 人家还有主业呢 我感觉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 不是那么发展前年特别好 只是我的一个副业 但是我的主业还是想到做主播的 考虑到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因为我越出不去 也不像白月鹤这样的 觉得这个行业可能适合你 就天天在家坐着就可以 直播 主要是聊聊我这 就是康复的过程 康复的故事 让他们了解我 了解我们前进人 也能做这个行业 小琪是一个自信恶观 有着独立人格的姑娘 在她的身体里 始终有着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 自己不坚强怎么办呀 就是我按摩的时候 最后收尾得做一字马皮腿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那种很疼很疼 我妈说皮吗 我说皮啊 当然皮了 因为我知道皮完了 我就能走啊 每一天这样一个多小时 基本上我下来 我这衣服呀 所有的一切都是跟水洗的一样 我妈有时候就说 你何必这么坚持 我说 我不为了我自己 也得为了你 小琪的坚强离不开父母 对她的付出和爱 虽然女儿重度残疾 父母却从没有放弃过她 二十年来 一直都走在陪女儿康复的路上 虽然生活中困难重重 但一家人彼此一套 相互扶着 让小琪形成了一个健康的人格 我给她看病的几年 也都是说 长了两三个月前 然后再带她上北京 那就看脸色的月 再回来 或者再攒一段时间前 就是走是这样 我刚才她爸爸就分工非常明确 她爸就拼命地挣钱 她爸就是 这十几年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 她有的时候都说 我媳妇 我想了同学了 她说 你还可以 你有同学陪伴 她说 我一个人在家 回来的时候 确可以的 她说 我就非常想你 父母的付出 终于有了回报 从重度残疾到生活自理 还这么独立且自信 从小琪的身上 我明白了什么叫做人的魅力 什么叫光彩照人 与皮囊无关 与身体无关 却与心灵有关 也就是一个身边的朋友 24吧 然后也就是在治病的时候遇见的 她男朋友 就是上北京去看她 然后就是说 看完病态的时候就结婚了 转年就生了一个 就生了一个小男孩 我看着就特别的羡慕 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 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 三个人才是最完整的 未来的家庭当中 我希望我和我爱人 还有我的孩子 就是我们三是完美的结合 是完 幸运复复的生活在一起 听到小琪对未来婚后生活的描述 云鹤兄弟表示不赞同了 我可不想要孩子 我以后不得的话 要自己的孩子 要不要小孩是每个人的权利 也无法判定数对数错 而云鹤兄弟的想法 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因为 你看我 我也必须必须要我 我不达还要自己的孩子 你是怕给他舔负担是吗 对 觉得还是要一个比较好 为自己的将来 和父母的那个 将来当作 以后 你要是将来解了婚 你也不能总与这夫女 是不是 还是真的我自己的选择 然后希望还能介绍 我妈这种的教育 只能说 稀有阳光 生活中才会充满阳光 有所向往才有希望 两个人的性格 注定会走向不同方向的人生路 我们聊 本身是这种情况 在幼儿的孩子 给孩子 少了一个婚姻 也成为他的负担 人在一生当中 必须得经历 不经历呢 我感觉不是完美的人生 我的性子是 是要 有人来改变我 我才会变得温柔 有顾驾 他 我要是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只会改变他 他不会改变我 他就是会让我越来越自卑 通过了解两人 觉得彼此都不合适 但是做不成恋人 我们可以做朋友啊 没事多来我的直播间 让我的阳光来照亮你 最后送你首歌吧 小奇相亲的视频发出后 很快就有了按摩者 比如这位身体健全的小伙 就是见了小奇了 跟屏幕里一不一样 跟屏幕里不一样 嗯 在现实中 他比较更温柔一些 这么一位四肢发达 身体健全 没病没在的大小伙子 摆在眼前 阿姨却泛起了嘀咕 那小伙子我想问你 这个我姑娘的身体 属于属于以后的 在家庭中经常扛复 你能坚持下来吗 你能一直帮着他锻炼吗 因为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 你有这个耐心吗 有这个觉醒吗 这个我能 是这样的阿姨 你看我这体验挺好的 我也挺有劲 对照顾小奇啊 也就是能 非常细心的造课 如果说结婚 请问一下 我会爱一个人吗 就包容爱人的一切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那就先考验考验你 如果要是别人说 你俩在一起不合适 然后这小姑娘 什么都干不了 只会给你开麻烦 这样的话 你会怎么服 你会怎么跟别人去说 两个人在一起 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 如果在乎别人 别人的眼光 说两个人 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要是害怕别人的眼光 我也不会来到这里 回答的还算不错 那问题又来了 你这过关了 那你爹妈呢 能接受一个 残疾的儿媳妇吗 这个怎么 我可以去慢慢地去争取 去给我爸妈 去做一些思想工作 那叔叔阿姨 如果要是 实在不同意的话 那怎么办 考虑过吗 这个没考虑过 因为我是 一时冲动而来 小伙子 这我就得说说你了 这哪叫一时冲动啊 你这叫不负责任啊 二十大几的人了 做事咋就这么 没着没条的呢 合着跑这么一趟 咱不是奔着结婚来的 你的小名师叫 不靠谱吗 啥也先别说了 先说说 你是干啥的吧 我以前跟朋友一起和我 开了一个地摊 买个地摊 做好 最近在干一个新媒体运营 这个新媒体运营干多长时间了 最近才干 前几年就在玩不上次 等一下玩了四年多吧 是你打动我 看你到看你挺伤心 那个 就打动比较比较打动我 我就不感觉我自己 前几年有点玩不上次了 所以说最近除了 好 我找个班 我得上个班 那玩不上次的这几年 你都干啥了 就这么生肯爹妈呀 就没人催你 自力更生吗 别催了 但是找的班吧 都上不了 上不了几天 为什么呀 因为跟上司不太 不太能对付 阿姨是想给闺女一个衣套 就你这三天打了两天善网的 将来怎么养家糊口啊 这你们就多虑了 小七姑娘不是很坚强吗 我是来投奔她的 我相信她能改变我 这个人相信小七会改变我 因为她很 因为她 很上进 那正我们来看 你不是一个上进的人 你是很有惰性的 然后你是需要 有人去推着你往前走 是吗 我觉得这样是不行 因为小七本身 她需要一个就是 有责任感 老是她肯干的 小七应该找到 本本算在安稳的一些的 给她一些保证 好了 未来丈母娘都发话了 你也该凉凉了 比身体残疾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残疾 小伙子跑来让人家一个小姑娘来拯救你 寒陈不寒陈 跑电视上来给爹妈抹黑啊 说实话有点就是无物正业 你可以就是不成熟不稳重 但是我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希望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能能带来在一起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 就不至于那么费劲 最后 两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相信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有那个对的人 出现在小七姑娘的面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